在澎湖相当知名的老店正一花生现在传出 黄麴毒素竟然超标了72倍 这是石药署跟各地的卫生局合作 抽检了7类61件的样品 其中有4件黄麴毒素是不合规定的 其中常常被选为伴手里的澎湖老店正一花生 黄麴毒素被检出超量了72倍 吃了会伤肝 目前已经全数销毁了 而店家表示这花生保存不容易 很容易发生变质产生黄麴毒素 这个部分他们也会着手改善